今天又进森林了 但是呢 进森林的头这个10分钟 是绝对找不着这个漏洞窟的 是因为眼睛得适应一下 现在到处都是落叶 所以我这 就是在猜浅的地方就找吧 然后看看就看见一个 然后呢 上面又一个 就是这片都看看 肯定这片还有 这是一个大的 上面呢 看见了吧 慢慢看就可以找得到 找着一个 就在周边找很多 可能会有很多的 这个就算挺大的了 看 很大的 这又发现了 小一点 就在同一个地方 又发现了几朵 这个还挺大 感觉 刚剪完一抬头 又看见一桌 现在长的都是比较大的了 不是像前一日的那么小的 你看这一朵一朵的 这个就是 挺大的吧 上次才还是上周呢 然后今天下了班以后 就迫不及待的 今天呢就是一下班 就迫不及待的就出来 捡了 现在已经快四点了 但是我们一直显得天黑 森林里里巴尔克真静啊 就听着我们走路的声音和鸟叫 看着这两个蘑菇了吗 感觉特别像楼朵菇吧 但是不是 它是特别有毒的蘑菇 吃一点就会致命的 所以大家踩蘑菇的时候得注意 就找着一堆 这边也有 挺小的 这边也不小大 嗯 最大 嗯 找着找着就发现一个 特别大的这一群 就是大蘑菇 挺好的 看天踩吧 看 这一朵 非常大 这又看着一群比较大个的 看 在蘑菇的时候觉得非常过瘾 一揪起来 这么长 这还有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 看 就像我说的 是找 踩着一个 然后就这 都给找 还可以会找着 很多 那边又找着一些 那边还有 走着走着 烟底下就是这个 一低头就看见了 好多 去吧 又发现这边 往前走走又发现了一点 对对对 还是这周围都会有的 然后再转转这树葱这还有 这也有 那也有 还有隐藏在草库边 也被我发现了 一转身后边又有好几个 那边还有一大片 那边还有一大片 那边 那边 反正我总结的是惨蘑菇 最好是360度的转弯 这边这样能等 就能看见很多蘑菇 因为它反正是长着 长在一堆的嘛 你看这有一堆 那边还有几堆 在这树这又发现了 就这还有啊 你看 你看这大 挺大挺粗的 就在这树的中间 我这是在 后边一回身 就看见一堆 然后发现一堆 然后又发现一堆 左边一看 那又一堆 又往里走 又看那一堆 那边还有一堆 看这底下 这有一堆 发现那又有了 反正往前进一步 就又发现了 看这有一大堆 那边也有 真多 这边全是树叉 在树叉里边 那么多摩 漏洞菇 我希望能够得着 一般的是扶下山去 看就能发现点 蘑菇 这是也非常好的方法 天黑了 我们都打着电磅走了 要不然都看不见路了 再见了 下次再来 明天再接着来采蘑菇来 看见了糊了吧 我们就快到了 看看我们姐姐都打着手电了 要不然看不见 看我们这瓶 看我们这瓶多大呀 大家好 我们俩 现在都黑天了 我们回家了 采了很多蘑菇 这是我采的蘑菇 都看不清了 这张黑 这是李采的蘑菇 也看不清楚 现在看清楚了 这是我采的蘑菇 这是李采的蘑菇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 采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吧 我们已经很满足了